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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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大掌柜的 你看 那前边就是马家庄了 好 接着 掌柜的 还是拿上吧 要不万一 万一个球啊 拿啥呢 咋不出枪呢 他娘的老子不是杀人放火 拿枪干啥呢 走 这么多人进村 一看就不怀好意 这样 你们几个在这晒晒太阳 我二掌柜得先去打探打探 掌柜爹 我也要去 要是真打起来 你小子怕不怕 掌柜的 这小子没见过血 还是别带了 要是会事怎么办呢 他迟早是要见血的 走 走 爸 爸 爸 王 王 王家的 女人 天 天才侠 爸 爷 爸 爸 爷 大爷 天天侠 你出来 天天侠出来 你 你凭啥让我归四十九天 没让你抵命 算便宜你的 八爷是自己摔的呀 你 你凭啥打我 老子恨不得杀了你 你杀 你杀呀 我就不相信 没有王法了 王法 一句话 你跪不跪 八爷真的是自己摔倒的 你想想 我是个女人 我敢碰八爷吗 豪天才侠 你嘴硬是不是 来人哪 把他丈夫给我拉出来 给我往死里挡 好嘞 走 走 安全 安全 走啊 安全 你干什么 你不能过去 你们别打了 安全 别打了 别打 我跪 我跪 好了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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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给我带走 走 走 下来 走 快点 走 跪着船 少爷 你让我回去 给娃喂口奶 行吗 娘 刚跪下就要喂奶 不行 那就让谁帮我把娃抱过来 好吗 你看看他们 你问我呢 看谁敢跟你去抱娃 跟娃娃儿 走 我需要 去 我需要 跟我来 少爷 不顾不顾不顾 不顾不顾 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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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晴 头晴 你给妈喂奶 妈哭了一路了 安全 安全她咋样 安全 安全是谁啊 妈的爹 少得不轻啊 恐怕 恐怕咋了 人在家 谁让你站起来的 你快说呀 到底咋了 跪着 姑娘 她在给娃喂奶呢 你是干啥的 我 还过路的 过路的 你少管闲事啊 滚 在这里 马莱儿 人在过来滚 快 别动 好人 快点滚 好人 你快走 喂完奶 我还把娃送出去 故意 再不走对你不客气 好 我走 我走 快滚 走 走走走 散了散了散了啊 散了散了 散了散了 一个女人家多不容易啊 来 好好的吃点 吃日上才有奶喂娃 马叔 你也是马家人 你咋就不害怕呀 别管那么多了 马六 快点 知道了 王家媳妇 你放心吧 我马六会照顾你的 吃吧 吃吧 谁呀 我 你马叔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马叔 这么晚了有啥事啊 也没啥事 我来呀 就是看看你有啥需要帮忙的没有 马叔 今天的事太谢谢你了 你可别这么说 你说 你说 在这个庄上 有几个敢帮你的呀 只有我 就因为我和八爷家的亲戚关系比较近嘛 我就是帮了你 他们看见了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好了好了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马叔 你这是干啥呀 你别瞧马叔 不干啥 我就是想好好照顾你呀 马叔 马叔 你别这样好吗 我管你叫叔呢 你对我的好 我会记得的 真的 真的 那女人要对男人好 就得让男人收拾 自从你嫁到我们马家庄啊 我就像猫看上老鼠一样盯上你了 马叔 快 快 马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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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在干啥呢 要是能陪老子喝上一杯 那该多好啊 她要是不会喝酒呢 和你一样非叫她喝不喝 你 掌握爹 你去哪儿 我想去看看哪个女的 哎呦 这么晚了你 哎呀 你不懂 少人少得难受啊 你还是狗啊 你以后就懂了 这就对了嘛 这女人要是对男人好 那就得让男人收拾 你滚 你这个妆生 你不得好死 我真是变成鬼 我也不会饶了你的 你可千万不能做鬼 你做了鬼 我咋照顾你啊 回去我跟少爷说一说 让你少跪几天 你滚 你 宝贝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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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想上吊 啥大不了的事情啊 男人死了咋了 男人死了你就不活了 谁都会死的 要像你这个样子 全天下的女人都活不成 再说你死了娃咋办呀 你就忍心看着娃 饿死 冻死 被野狗叼走 您是咋当妈的吗 你男人还等着你给他报仇呢 还等着他娃长大给他报仇呢 老爷 啥事 不好了 马家中的八爷死了 死了 咱会死了 前些日子咱们去收购粮食的时候 我看他身子骨硬了得很呢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可咱买粮食的钱 已经给八爷了 你看现在这 总得等人家把丧事办完了 再去拉粮食吧 我看这样吧 派个人送本林去 来 你想不了报仇 杀父职仇 欺人之恨 想 好 交由我了 你为啥替我报仇 我愿意 我跟你素不相识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世上那么多不平的事呢 你都相助吗 聪明 问得很好 我不是白帮你 我是黑龙潭的土匪 叫刘和尚 老子喜欢上你了 老子看上你了 老子想娶你 当压斩夫人 跟我走吧 明天晚上老子就杀他个片甲不留 你等等 你不懂 还有什么 你先冲刀 你先冲刀 快知道 来 你先冲刀 我 他冲刀 你先冲刀 我冲刀 你去冲刀 相当周到 好 你放心 我得让马家庄的人都知道 是我刘和尚把你抢上黑龙潭的 疼死了 妈妈 我不要 疼死了 妈知道你疼了 可妈的心更疼 我不要 不是妈心 妈是没脸活下去 妈给你弟弟背上 也刺了个王子 就是想让你们俩长大一会儿 有着一日能够相认 儿啊 妈对不起你们 可妈答应了刘和尚 他为咱们报仇 妈要报答人家 我说哪个人 说哪个人 要是 你怎么知道 说哪个人 你怎么知道 我会想到你 这个人 我叫马六 是八爷家的亲戚 哦 马六 你猜我叫个啥 不知道 我叫刘和尚 想死小伙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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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几个人 四 五个 走 带路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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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爹 走 走 你 真叫马六 我 我真的叫马六 你不信 你不信问他们呢 哎呀 有个女人想叫你死啊 女人叫我死啊 谁啊 田彩侠 哎 这可狗日呢 不能吧 他就是狗日的 别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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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老实点 老贵 你迟早要见血的 弟兄们 把狗日的马家的人 都给我赶到院里来 走 走 来来来来 起来 出去 走 快点 快点 狗日的 组长家粮食真多 再来几十辆马车也拉不完呢 是啊 来 撞着咋样了 赶快的 咱把车来少了 拉不下 使劲抓 好 这粮食不能拉走啊 这是人家付了钱的 谁付了钱也是老子的 我求求你了 这可是西安城里 董大年给灾区买的粮食 你全拉走了 我咋跟人家交代呀 那就更应该强了 你们不去赈灾 囤积粮食 还收钱 弟兄们 给我能抓多少就抓多少 好 对了 走 乡党们 我 刘和尚 从不滥杀无辜 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是替田采霞报仇来的 他冤枉 他老汉死得更冤枉 前些日子 是谁打死了汪安全 有种的 给我站出来 站出来 好汉做事好汉当马 自古以来是杀人偿命啊 有一天 你们谁要是把我抓了 要杀要剐 我刘和尚要是眨一下眼睛 我就不算个男人 咱们都是男人嘛 站出来 站出来 我知道 谁都想活命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当初打死王安全的时候 你们想一想 让田采霞和这俩娃咋活呀 咋活呀 真没人站出来 他娘的 弟兄们 是他逼着咱要揽杀无辜的 往后退点 把枪推下来 准备开枪 大猫 小猫 大猫 啊 山崔 可 他帮你们 小猫 不 是 走 把家伙生 歌 孙子 那 slept 这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霞 那个叫马六和马国中的都死了 老子给你报仇了 你还看啥呢 走 给老子上山 过来去 这么漂亮的脸蛋 天生就是给老子当压寨夫人的 走 天生黑龙男的面高龙啊 哎哎哟 满江都在畅阳兄啊 哎哎哟 看一声 山道了 我一家地他了 哎哟 哎哟 不得了不得是万大地霸呀 来成为我观修他 不得了不得是万大地霸呀 来 哎呀 哎呀 到啦 看一下 该下轿啦 是啊 人家新媳妇是见公婆 我的亲媳妇是见弟兄们 快出来吧 把盖头去了 让弟兄们见见 帅家 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 你说还缺啥 老子马上派人下站去买 把头抬起来 抬起头好好看一看 这女人身上的味儿 就是不一样吧 谁吗 坏老子的好事情 谁 你来干啥呀 我来给你送水吧 二掌柜他们呢 二掌柜他们喝酒吃肉呢 我说叫你来吧 他们说你正在吃人肉呢 我不信 掌柜爹 你咋会吃人肉呢 你回去跟二掌柜的说 老子正在磨牙 马上就狼蹲火焰了 掌柜爹 我咋没看见你磨牙呢 老鼠磨牙都有吱吱的响声 行行行行行 快快快快快快快 他娘的 东老爷 真是祸从天降 祸从天降啊 起来 快起来 起来送 东老爷 本来少爷说 这两天就给东老爷 把粮食送过来 可还没来得及送 这刘和尚就带着人 杀了马家的少爷 把粮食也抢走了 东老爷 当初收你的钱 是我经手的 可是如今 我 我没办法向你交代 杨国家 这不怪你 我不会为难你的 谢谢老爷 好好好 好了 请回吧 请回吧 老爷 最近 咱们还有大批物资 要从秦岭经过 我担心 要不 咱们绕道走吧 去 把警察局 旁局长叫来 您的意思是说 让警察出面保护 这是下下策 我董大年 要为您出害 杀了刘和尚 这个土匪 蔡家 咱俩现在是夫妻了 你怕啥呢 老子又不吃人 滩 你这是啥意思吗 我来黑龙潭 就是来豹打你的 睡一觉 就算豹打啦 豹打一后我就 你看我傻 你看我傻子 原来你是 让我把你睡的 你就算暴打了 你就去死 不想当压寨夫人了 那老子要是不与你 同眠共枕的话 你是不是就死不成 谁敢保证 你永远不碰我 我保证 老子一辈子都不碰你 和尚 住嘴 应该叫大掌柜的 刘和尚的名字 也是女人随便叫的 是你不愿意让我报答你 但我现在就想死 老子给你找个死的地方 你看咋呀 东老先生 中间这位是少爷吧 全子 全子 董秋实 果然是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啊 听说是在北京读书 是是是 喝茶 董老先生 刚才我听你说 想和警察局合作 一起收拾刘和尚 是啊 刘和尚这股土匪 实在是太猖狂了 这案里说 这案里说 剿匪是警察的事情 可你知道 这大土匪 是要花银子的 你说吧 需要多少银子 董老先生 你可知道 这黑龙潭 有一条小苍龙里 那是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呀 这一旦攻打黑龙潭 得死多少弟兄啊 所以我请你来 就是商量如何消灭 刘和尚这股土匪啊 好 把谋 急而恭听 隐蛇出洞如何 隐蛇出洞 好 妙 勾 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就跳 你看 太阳暖暖的 潭水蓝蓝的 还有老子在这儿 给你送刑 你怕啥呢 跳 我的妈呀 这狗里的还真死 我来了 好怕了 走 走 这 登报招聘二十名车把式 一来 可以证明 货物的量大 二来可以证明 这次运货的真实性 那 我就从 招聘之日起 到出发 用上五天的时间 这报 你可是关键 一旦登报 肯定会有车把式来的 你一定要做得 跟真的一样 可是 万一 这黑龙潭的眼线 也来当车把式呢 我要是刘和尚 肯定派人来 这样一来 就可以内外夹击呀 可是 我咋能认出来 来的人 就是黑龙潭的土匪呀 这人嘛 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的 这关键 那可是八百里秦川 尘土飞扬 以千万壮汉 怒吼秦江 关中来的人 那衣服和鞋袜上 可都沾着尘土 而秦岭山的人 鞋上 沾的可都是青草啊 尘土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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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强 蔡强 不哭 人活着都不容易 你以为我没想过死吗 可是 我觉得还是活着好 要是我早死了 咱俩就碰不到了 这叫千年修的同传度 拜报了 拜报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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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年出高家 招聘车把势 赵贵的 你的意思是 想吃这块肥肉 盗嘴的肥肉 哪有不吃的道理 不怕有诈吗 董大年竟然敢公开的招聘车把势 胡子 胡子 你咋不问夫人去哪儿了 小光辉 跟夫人在一起 小光辉陪着夫人 我就能派人跟着董大年 张贵的 还是你高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也派个人到董家去当车把势 不管他董大年招聘车把势是真还是假 咱们的人都在斗家 对着呢 这叫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了 张贵的 那你说派谁去合适 再没有人比送三鞭更合适的 你想想 再猎的马 只要他抽三鞭 乖得像杨一样 让他明天就去西安 到董大年家报考车把势 我敢肯定 车把势的状元 非他莫属 来 三鞭 下来 走 咱看戏去 郭王 你把马喂饱了 在这儿等着我们 好 走 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吗 这么大的西安城 谁认识谁啊 可你是头匪啊 他娘呢 头匪长了几只眼睛啊 一看我就是领着媳妇逛城的嘛 走 哎呀 哈哈哈哈 你看这广角不忍 你活不丧情 我哭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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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哎 站住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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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庞局长 找庞局长干啥 刘 刘和尚 啥狗屁和尚 他是黑龙潭的土匪头 哎呦 快快快快 快点进去 哎哎哎哎 哎哎 你咋知道是刘和尚 这刘和尚 他五年前绑过我的票 我家人用一根金条 才换回我这条命 就算他化成灰 我都不会认错的 弟兄们 立刻包围戏园子 今天给我务必抓住 这个刘和尚 出发 快点 快 快点 快跟上 快点 走 快点 回来 原呢 庞局长 你也看见了 那仨座位 不是还空着呢 这刘和尚发现你了 没有 绝对不可能 我刚才是在走廊过道上 看见他的 庞局长 咱那全城大搜捕啊 咱不能放走这刘和尚 你给我记住了 这件事情 不许跟任何人说 明白 明白 弟兄们 撤 撤 蔡佳 你去过华山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好 华山有一个大苍龙领 咱这儿就是小苍龙领 只要守住这个道啊 就守住了老子的命 和弟兄们的命 咱这个黑龙潭啊 咱是济匪易农 平日没事 他们都在这大山里生儿育女 放牧种地 一旦这要是打起仗 我就把黑龙潭的火一点 弟兄们都从这四面八方赶过来 你看着吧 老子就快要点燃他了 蔡佳 我跟你说 你拿着这一声呢 板子插好了 好好好 你躲一边下啊 对对 往那儿瞄 来来来 对这个 对对 把胳膊抬起来 掌柜呢 掌柜长 三边 去董家的事儿都弄清楚了吧 弄清楚了 好 按报纸上说 董家运货的时间应该是 阴历十五 那咱就定在十四 在西安南门外 你和二掌柜的见面 要是二掌柜的见不到你 那我送三边 就给黑龙潭的弟兄们尽忠了 呸 不吉利的话 你又不能说 咱东西可以不抢 弟兄们 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那我走了 走吧 走吧 三边 你别动 这样不安全 我也会 记住 到了董家要装孙子 人家说 这屁是香的 你就说你在十里外 都能闻见是香的 人家说磨射黑点 你就说比煤炭还黑 掌柜的 那董大年他傻瓜呀他 管求他的 记住了 十四日西安南门外见 记住了 我走了 给我娃娃 我也会 别抢 来 探枪 我接着教你打枪啊 狗娃 你回去吧 我走了 你是不是别着枪 哪来 你是去考车把势 你拿枪干啥 没这家伙 心里不踏实 你拿来 你给我 我就不信 这招聘车把势 他董家还要搜身啊 你给我 你给我 喝一口 就有事了 来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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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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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日的 老子 老子和弟兄们 受了整整五天 才把他等出了村 长安那小子 哪个村的 长安 周村的 娘的 有银子 大宅大院 你房子 那房子可大了 一看就是有钱人 周村的 周村首富 叫啥 周满鱼啊 哈哈哈哈